Alex 林德信向來多才多藝 既是瑜伽導師 又是音樂人 但原來他畫畫都有一手 早前拍一個藝術機構邀請 將多幅作品參與展覽 Alex 說他只是自學畫畫 一直都沒有人知道他有這個愛好 今次是鼓起勇氣 將作品呈現大家眼前 是我第一次嘗試被人看到我的畫 很開心的 後來沒有賣到 不過我那三四天在那裏 見到那些人拍照 拍我的畫 甚至我跟他們分享那些故事 我覺得很難得 我覺得可能一年後 應該都會夠畫 可以自己擺一個show 如果真的可以搞 我會搞一些音樂 或者可以做瑜伽 給一些人進來多些東西玩 那就很開心 Alex 又說最近推出的新歌 一首包辦曲詞和監製 由於以獨立歌手身份自知做歌 所以要很緊張成本控制 同場的陳明喜最近都推出了新歌 還是他第一首音頻治療歌曲 其實這個音頻治療的原理 很多人會以為有些V11 但其實是挺科學的 都是用一些我們物理會學到的原理 譬如共鳴 或者震動 有一點像針灸 可以放在穴位震到身上 或者聽這些音頻 就可以影響我們腦電波 我會一對一 在穴位上幫人做 因為我主場玩音叉治療 就是要穴位做的 我會繼續創作音樂和唱歌 但是我都會同時去做音頻治療師 我也覺得好像今次 第一次出音頻治療單曲 遲早兩條路會越來越近 可以一起做 就像我一樣